港湖女圣 高嘉宇主持处女秀每分钟8万人强堪 台北市议员高嘉宇转战主持届的处女秀《我要当选》昨七日首播,虽原先预定晚上11点播出,却因受前一时段的SBL球赛赛程延长20分钟影响,节目延至11点10分播出,但依旧拿到不俗的收视率,特别在25-39。 岁年轻女性部分,收视率0.39,每分钟约有8万2千人收看的好成绩。 打破以往政论节目主要收视,以50岁以上男性为主族群的框架,同时也是WinTV频道全天第二名的好成绩。 港湖女神高嘉宇,搞怪功力常被网友窥视,被政治耽误的综艺咖,电视台看上她的高人气,找来政论评论者黄伟汉和她一同搭档,在WinTV综合台主持《我要当选》。 节目首集请到台南市议员谢龙杰及屏东县议员讲乐会大辽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话题,许多网友认为民进当即的高嘉宇色彩过于明显,持主持人不应有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